有一位网友说了 说女性35岁 魔性肾病两年了 可以要小孩吗 她现在恢复到什么状态了 没有说具体恢复到什么状态了 其实我就这么讲吧 就是所有的肾脏病患者 要想生孩子 看她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条件 最好是咱俩 首先肾功能不能有问题 如果肾功能有问题 她要是怀孕生孩子 她恐怕会面临着肾功能 会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说 肾功能争取就是在肾功能好的时候 女性们要怀孕生孩子 对吧 她肾功能还好 那么说肾功能好的情况下 这个蛋白主要是看 这个尿蛋白定量 争取让它在正常以下 也就是0.2以内 如果说再放宽的话 就0.2以内 如果实在是 就是要有的时候 我含有蛋白尿 就含下生孩子 那就在0.5以内 最大的放宽限度 就是在0.5以内 对 让她去怀孕生孩子 这么多的话 她将来肾脏之中 受打击的之中 可能会更小一些 可能会上 身体损伤程度也会小一些 也就是她 她一怀孕 她恐怕会有蛋白尿 或者肾脏病会加重 所以说 尽量让她肾脏好撤离的时候 再去怀孕生孩子 是最理想的 обще宁您发生的 嗯 后来